我看他倒下了 我知道肯定是陪我了 对 没法站起来 自连胜了 让我自己更成长了 这一年对我来说进步了很多 这一次的对手 我看到他八年前就在打那个比赛 但是八年前我还没有接触这个 对 所以我觉得他肯定场上的经验 要比我丰富很多 然后他的拳 他不慌 打得很准 所以我就是要控制距离 然后就是不让他给我打进局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五七四九九三二零零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腹身壮阳 延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燃 记住微信 574993200 腾野会县来自日本 年龄三十五岁的老江 战绩十八胜九腹 身高一米五八 体重五三公斤 现在日本排名第三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张伟丽年龄二十四岁 腾野会县年龄三十五岁 身高上面张伟丽身高一米六三 腾野会县一米五八 观众们你好 欢迎收看昆仑爵 我是今天的解说张开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昆仑爵亚伟 五十三公斤级 MMA女死超级战 张伟丽动机啊 流血了 就是肘法吗 刚才我看到张伟丽在用前手的肘法 这如果是打在美股的位置的话 确实是很容易破啊 所以我看到张伟丽的肘部也有血 粘着了血液啊 方方这个继续开战啊 看来这个伤势目前来说还是无碍的 对我们看到张伟丽的现在这个整个的报价 越来越偏向于态势了 可能就是想就是下定决心打战力了 一个条招 又是一个条招 对 又碰到这个口子了吧 额头上又开了一个 这是额头 张伟丽的这个肘法呀 采判结束比赛了 开了一个相比比较大的口子 确实比较大 确实比较大 你出现这种状况 影响你继续进行比赛了 如果再打下去 可能就会很确信 可能会影响到比赛的健康 选手健康 对 所以那采判这样去终止比赛是对的 YTKO 1 支架 去道总爲 团扬 3 3 5 6 1 1 稼 3 1 感谢观看